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如火如荼的进行 对外界来说 对此的关注度 还是蛮高的 这一次的冬奥会 跟之前的冬奥会不太一样 之前的冬奥会 热度的确没有特别高 但这一次的冬奥会 热度则是极高的 毕竟 这一次的冬奥会 是在北京举行的 同样的 也有一些赛事很受关注 成为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项目 比如任紫薇的项目 比如古爱玲的项目 再比如 在单板滑雪男子悠行场地技巧资格赛中 也有一个人备受关注 此人 就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高洪博 从比赛可以看出一点 相比起其他的运动员们 表现出非常优秀的动作 高洪博的表现 基本上只能用一言难尽来描述 他只做了一些基础动作 最终拿到了全场最低的15分 这样的高洪博 的确是一个不太一样的运动员 同样的 对于这样的运动员 外界的也有很多的猜测 那就是 高洪博怎么了 他是专业的运动员吗 若是不知道内情 自然会这样想 但若是知道内情 估计就不会这样想了 为何呢 因为对高洪博来说 他是不一样的 他之所以没有展现出经验四座的技术 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实力不济 而是身体不允许 毕竟在之前的训练里面 他骨折了 而这对他来说 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所以呢 为了不留下遗憾 他坚持带伤出战 只是为了在这个赛场上留下自己的影子 毕竟 这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 而且是在北京 这背后的价值与意义 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此现实下 高洪博不仅参加了比赛 还笑得很开心 比夺冠了还要开心的样子 如此现实 证明了他的良好心态 赛后的高洪博 也是在设媒上表示 马上就要去医院做手术了 感谢大家的关心 只是小手术 恢复几个月就可以恢复训练了 参加北京冬奥会 是自己的一直以来坚持的梦想 本来这次递补参赛 没想到比赛前的训练受伤了 但我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所以请求带伤出场 为自己不留遗憾 谢谢网友支持我 这样的说法 证明了他的情况 这对他来说 很无奈 若不是因为受伤 至少可以璀璨一下 但因为受伤了 没有那么炫目的表演 但至少是没有太大的遗憾了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而这也证明一点 伤病也是体育的一部分 谁也不知道 伤病和比赛 到底哪个先来 这一次对高洪博来说 则是伤病先来了 不然的话 他还可以博一博 如今呢 则是不行的 得分全场最低 中国运动员高洪博 却笑得比夺冠还开心 原因很感人 那就是 他的出现 并不是为了成绩 而是为了不留遗憾 因为赛前的他 已经受伤了 参加比赛获取名次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出现在舞台上 仅此而已 而他 也的确做到了 我会认为了不留意的 我会认为了不留意的 我会认为了不留意的